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石家庄市工商局两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向本报记者透露 据他们证实 石家庄工商局已经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委托 就无息某市民举报交叹企业发动的价格联盟 这些价格垄断一式展开调查 根据反价格垄断规定表述 价格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 只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使用价格手段 排除 限制竞争 上述执法人员说 举报人员根据市本报4月20日开发的一篇题为 34家大型交化企业联合县财保驾的报道 该报道成 4月18日2018年中交协第二次执行委员会召开 会上中交协 河北交协 沙东交协及34家大型交化企业代表达成有关生产现产的决议 该报道员已知情人士的话策 会议具体讨论了集体现产和交叹价格管理办法 会议讨论得出一致意见 实行常态现产和特殊时期现产并行机制 常态现产15% 特殊时期现产30% 现产时间未自实施日起一年 特殊时期现产再出现严重工序错配 以及交叹价格低于成本时 残惠交化企业均表态赞成 并且签署了保证金制度协议书 如有 为月日产量每增加一吨则罚款50元 罚款从保证金里扣除 各家都赚缴了保证金 大连商品交易所数据显示 交叹价格指数4月18日收盘价 为1847.5元每段 此后一路上扬 最高时达到2728元每吨 8月22日收盘价 为2608元每段 涨幅为41% 本报记者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部门求证 但截止本报记者发稿时尚未获得官方回应 记者查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也未发现相关消息 8月22日 中国链交协会办公室 一位人士回应华夏时报记者称 并不知西友官部门正在对交叹价格展开调查一事 昨任编辑李明辉主编 陈爷鹏 并不知西友官部门正在对交叹价格展开调查一事 并不知西友官部门正在对交叹价格展开调查一事